各位好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黑色沙漠M 我這兩個禮拜 43集的心得感想 我會做一個總結 大概跟各位講一下 你該注意的 直接把它做一個總結 這一篇應該就是 我會把 全部把它濃縮 我今天所講的 在這個影片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 那我們先看到 如果你一開始遊戲進到畫面來 第一天你會看到有一個綠色的拳頭 這個就不用講了 這個就是 疲勞子 這一個就是在採集的疲勞子 那我們先暫停 打鬥先暫停一下 各位 那我們要採集什麼 你把它來 這個木頭的 還有這個十字鎬的 以這兩個 以這兩個為主 那各位想說 那那個 割草的那個鐮刀的不割嗎 我跟各位報告 來我們進來到這個帳篷系統 為什麼 一個一個點給各位看 各位看一下 我這個建築物升級要木頭 這一個 這一個建築物升級要木頭 那 這一個建築物升級要木頭 這一個建築物升級要木頭和石頭 聰明的各位應該有稍微發現了一下 為什麼我要請 你們 就是 盡量的來 採集 木頭和石頭的方向 木頭或者是石頭 因為這樣子比較 比較容易採集的到 你才不會在那邊收集的很累 那割草 一樣也要 為什麼 因為有時候 因為有時候 它會在 它這個 裡面它會跑 那個金碳號的一個綠色任務 出來 它有時候會叫你割草 它有時候會 會要你就是說 來要有一個任務 然後叫你去採集 這個這個東西 那這個就是看情況有任務 要不然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 石頭 還有木頭 大概是這樣 那再來 我們講解一下打怪的部分 打怪的部分 各位在打怪 相信在四十幾左右以後 或是三十幾左右以後 打怪應該應該都知道 第一個 你一定要去村莊 村莊如果有金碳號 如果想去接的話 就去接 那一般我是沒有在接 我是基本上 我都直接接 各位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 圓圈圈有一個金碳號 那個叫循環任務 再來就是 這一個 小黑的一個部分 你就把它接一接 然後一起打 比較有效率 或者是你想要在村莊 你要去接村莊的時候 回到村莊 回到村莊 我現在不回去 我是跟各位講一下 然後一起接 大概兩到三個 然後這樣打 比較有效率 你不要一個一個接 這樣子在打 實在沒什麼效率 那打到的怪 基本上 這裡的怪 會掉 這個 稍微講一下 那就掉這個 這個 掉這個 有時候會掉這個 書本 那個技能書 再來就是 再來這個這個啦 這個這個應該知道 在幹嘛的 這一 這兩個 這兩個東西是在帳篷系統裡面的 裡面要打這個boss的 進來這邊 要打這個的 以及這個 這個都會拿到寶 那是入場券 再來打的時候 注意 如果有些任務 他會引導你到 到地方去 那你會覺得 奇怪怎麼跟你 大堆人擠在那邊 千萬不要 就大概 走到那個地方 然後看到 怪物上面 有警探到任務 怪如果很多的話 就直接在那邊 直接循環這樣打 不一定要 系統裡面的 他去引導你 到那個地方 因為 人一定很多 如果人很多的話 那你這樣打起來 就沒有效率 那再來 再來 我建議各位可以買這個 等一下喔 選到這個 水的按鈕 這個水的按鈕 然後移下來有一個負重 各位可以去買這個 看你要課金還是怎樣 我是沒課 因為我是用 每日的 你要把這個 每日的循環任務 解 他就會送你 達到我 15 慢慢累積 還有這一個 成就 你就要看 稍微看一下 他的成就是什麼 我是這樣累積來 去 去買 要課金也可以 在打怪的時候 那再來 有時候會看到 地圖上會有一顆紅色的太陽 那個就是 在該地圖上的小BOSS 這一個也建議各位去打 建議各位去打 那一樣嘛 我不用講了 反正就是掉這個 這個 我不再講了 反正就是掉那些東西 那個就是入場券 或者是你衝 衝裝備 不是 不是這個 來這邊衝 衝裝備武器的地方 再來 再來我們講一下這個 這個就是我弓箭手的技能 那 弓箭手的技能 我先跟各位稍微講一下說 我現在技能分配是這樣子 這邊有一個點右邊 第二個 icon點右邊過來 我現在目前的技能 是這樣子 那這個就是適合 比較適合打怪的 那如果你自己 各位想要去了解一下的話 你可以看一下每一個技能 好 各位看到左邊有一個 黃色的 我們看第一個技能好了 我們第一個看有一個5.1秒 那個就是CD時間 盡量找 CD時間比較少一點的 技能 你這樣打怪比較有效率 你不要 你不要挑這個 技能要32.5秒 拜託 這樣這個11秒也可以啦 23 其實有點高 那以後 這一個 這一個部分 那個弓箭手 細講的部分 我會再另外開一個 一個影片 如果各位不嫌棄的話 我是 我是把 我這一個弓箭手的一個 技能是這樣擺 如果 如果有 各位有用到 你就把它截圖去 再來我們談一下 裝備的部分 弓箭手裝備的部分的話 各位先看到 你的武器 護手 防具 防具的 這一個部分 盡量先到紫色的就好 為什麼 因為再往上去 那個太貴了 那個買不起 不要耗高無緣 那再來你鑲嵌的保 你鑲嵌的條件 第一個看到一個加3% 加3%這個就是暴擊 盡量以挑暴擊的為主 那鑲嵌寶石來講的話 我就直接講了 暴擊 攻擊 再來攻速 那各位想說 為什麼要這樣子 因為暴擊就是一切啦 說實在講 有用過其他遊戲都知道暴擊一定要先取 如果沒有合到暴擊的話 就來拉攻擊 各位問說為什麼不攻速 我跟你講 這個遊戲都把吃技能 哪有什麼在用攻速的 攻速就普攻了 拜託 好不好 那 那視頻的話 看有沒有藍色的就好 當然你有錢你又往上 調 往上買就好了 那因為視頻暴擊 其實有點難拿到 好那你如果加加血量 那也可以 那加 充裝備來小黑金這邊 然後充這個 然後合寶石 鑿籤寶石 鑿籤寶石就在這個地方 你就看你合到什麼寶石 合到什麼寶石 那這個是鑿籤你的寶石 比如說三顆 你就會合一顆 它會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呈現方式 大概是這樣子的一個呈現方式 那再來 我剛講了每日任務 各位 一定要去接 每天看他要接什麼 一定要去接 去看 等下他會送這個 那裡面 你要點選裡面 到底要幹嘛 搞什麼 送你什麼 因為這個是 黑色的 紫色的 寶石 送你的一個主要來源 如果你沒有 課金的話 那這個是成就 成就是看一下說 你看一下說 達到哪一個成就 你會得到什麼 相應的一個產品 那這個就是 然後像這個就是 得到金幣 那金幣你可以來這邊 抽東西 抽東西 來這邊抽東西 無聊去抽一下 搞不好你真的會 抽到金的 天選之人 再來這個系統 這個是寵物 寵物應該他一開始會送你一隻 那為什麼 我有這隻綠色的 就是把它合成 按這邊 兩隻白色的會合成綠色 那兩隻綠色合成藍色 兩隻藍色合成紫色 兩隻紫色合成金 金色以此類推這樣推上去 那他所對應的 我各位看到這邊 左邊看到左邊 這個 你看他綠色的就兩個能力 藍色的三個 紫色的四個 以此類推 他越來越高這樣子 那 我講簡單一點 這種東西也是要花錢 那就看各位 他裡面當然相應的 會加一些 你看這是木頭的一個採集 他會 會提升 提升你的效率 像這個是黑鬼 好像是黑鬼吧 不知道加什麼 那等一下再去查一下 加你相應的一個 一個東西 再來 再來還有什麼 他這個驚探號這個 這個驚探號的一個警鈴聲 這個有偶爾要去看一下 他在提醒你什麼 就無聊去按按按一下 在幹嘛 然後下來左邊這邊 右邊 這個是什麼 這個其實加 你看很帥喔 丟下去 你看加你的攻擊 防禦 然後這一個 這個是你的技能 這個是你的技能 他的技能在打 那 以上 以上是這樣子 也沒什麼好講 因為我大概跟各位稍微就是 大概讓他 濃縮啦 你如果你不想理太多的話 哇那帳篷系統要稍微去看一下 帳篷系統要偶偶要去看一下 他在搞什麼 像這個我已經採集完畢了 你就把它收 喔 這什麼 怎麼有金的 我看不到 還是怎樣 嚇一跳 應該是升級吧 你看以後他這個 以後他這個你看都可以做了 各位有沒有看到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不要以為這個不重要 那刀子都可以做了 藥水可以做 刀子房具都可以做 你看都可以做 所以呀 交易所這一些東西呀 會越來越沒假 交易所這一些東西呀 我跟你講越來越沒假 喔好不好 越來越沒假 那你就偶爾你要看到我走到一個地方 我們來這個金的地方 你看你可以採集 偶爾要來看一下 那沒時間的就沒辦法 重要的是這個 你要讓他採集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啦,這個啦 採集這個,它會給你 你不採集的話,它會一直卡在那邊喔 你不要想說它會直接幫你到你的背包裡面去喔 不可能喔 像我這個可以升級 這個是錢 這個就是在招募人才 這個就是帳篷招募人才中心 我們就要看一下 當然顏色越高的越好 我現在目前,給各位看一下喔 全部都紫色,還有金色,黃色 那一開始你玩的可能會有白色、綠色、藍色 它慢慢來,如果你不想等的話 你可以按這邊,消耗八個疲勞子 它會跳 它會跳 你看它跳到一隻紫色了 就要看你的,你要不要招募它 那你可以去看它的一個屬性 看它的一個屬性 越高越好 可能就大概是這樣子吧 這是一個帳篷裡面的一個系統 還有就是,如果時間到了的話 這個戒指 點進去 固定來這邊看一下 看能不能抽到什麼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基本上都是 那個 課金玩家在玩 因為你看嘛 它可以 各位有沒有看到一個上面 左上角的一個時間在倒數 那個就是在倒數 你看要花費84個去消耗 84 甚至是100多 我跟你講這個應該都是 反正 說錢要算的啦 問題是我們 業餘玩家不用到這麼 這麼 這麼狠 那以上 以上應該大概是這樣子吧 還有就是 因為最近那個什麼 你如果到 大概下午5點或6點的時候 會有一個BOSS 會有一個BOSS 那個要去打 那不知道 我之前有分門別類有放在 如果不知道的話去訂閱奇奇的頻道 奇是奇怪的奇 奇奇 可以去訂閱它的頻道 我裡面都有放影片這裡面 那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那這一篇是主要針對 弓箭手的一個濃縮版 就直接精華講解 有什麼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 大概以上是這樣子 那感謝各位 那感謝各位